安沈瑪在台灣出席活動時 不時展露笑容 似乎心情都幾不錯 對了沈瑪 你最近心情是否好了很多呢? 最近心情 最近還蠻開心可以來 當冰淇淋的一日店長 對 自己調試上有好多了嗎? 調試上啊 我是一個還蠻樂觀的人 然後我都會讓自己 不會糾結在不開心的事情 然後不愉快的事情 我就是忘得比較快的那種人 然後也很謝謝朋友 都給我很多正能量 然後我就會告訴自己說 就是專心工作 然後開心的過每一天這樣 那因為聽到 反正現在嘎嘎的部分 就是有可能要退團的部分 會不會覺得 就站在朋友立場還是有點心疼嗎? 因為我覺得夢想是真的蠻偉大的 然後我可以體會一個人 為了自己的夢想 然後辛苦了這麼久的心路歷程 那如果因為這樣子 就是否定一個人的努力 我是真的覺得太可惜了 見到你開心就好了 哦對咯 你之前曾經跟羅智長全非聞 而小豬最近 二次承認和周養青的新戀情 不過外界呢 就覺得女方配不上男方 那你自己又怎麼看呀? 我覺得就是 呃 有戀情都值得被祝福 如果你接下來有戀情的話 會希望被祝福嗎? 你會想要公開嗎? 呃 會啊就是 如果有戀情的話 正緣出現 遇到對的人就會 呃 會看 又不好公開 對 但目前對於圈內圈外的條件上 會有限制嗎? 呃不會耶就是 我還是就是想說 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面 然後 正緣出現就會 自然會遇到對的人這樣 好